大家好 我是黄培文 很高兴录制这一个简短的小视频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昨天我在晚上的时候第一次听 这样一个领袖的大课 然后给我带来了非常棒的感光提示 首先是在第一个小章节的时候 当我闭上眼睛去做这个七大脉轮的一个调整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的那个眼睛的正前方出现了一个什么呢 出现了一个那个横向的小眼睛 很漂亮的小眼睛在看着我 那么就是在后面再继续在这个课程的推荐过程中 我又发现了就是当我去闭上眼睛的时候 我看到我的眼睛的就是在那个前面啊 就看到我用我的眼睛 我就可以看到那个正前方是那个什么呢 出现了一个那个黄色的那种光运 给我感觉还是挺漂亮的 这个呢 然后这个过程呢 我都是我的 但是我的房间里面是没有开灯 在晚上的时候 所以呢 也就是当我闭上眼睛可以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就感到很神奇 而且当我就是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会用我的手去下意识的去 在我的眼前去换 但是我是闭着眼睛的 我闭着眼睛去换我的手的时候 我就发现 居然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可以 就是可以 好像我也可以看到我的手 在前面啊 换来换去 我就可以好像我也看到我的手了 但是其实我是闭着眼睛的 然后 嗯 昨天这个是在这个整个的一个 嗯 课程的一个自我调节过程中 在老导师的引导下 在大师的引导下 我在这个调整过程中 然后我 我会发现我的呼吸也会变得很好 然后我会就是 在这个晚上的时候 我第一次对自己做了一个深 很深度的一个 嗯 扫描吧 然后就 知道了 就是我一直以来就是 呃 人生的一些卡点啊 就是所谓的那个业力的障碍点啊 在哪里 我就我就很快我就找到了 居然 就是应该是我是第一次 然后这么直观的 然后去发现自己类型的毛病 出在哪里 所以我就是非常的感谢哦 就是嗯 前天的下午嗯 嗯 听从了一个 听从了这个 呃 在线老师的一个 呃 辅导和提议之后 然后我进入了这个 马赛纳克人后的课程 呃 非常的感谢 呃 也很期待 然后就是说在这个领袖的过程中 呃 能够得到一个更大的一种突破 嗯 这种机缘非常的难得 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就是什么了 就是呃 任何事情 然后我都会去认真的去做 去做然后希望把这些事情做的圆满 但是呢我发现这是在自己做的过程中 呃 往往就是会朝着自己相反的发现发展 直到我最近我这一个月以来 呃 经历了一次变故之后大的变故之后 我今天醒来 但我身边空无 再也没有一个朋友 然后 我的财富然后被损失的 然后一无所有的时候 是 相当于是一无所有 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学会 学会了真正的开始停下脚步 停下这个类型的一种 像外的一种 嗯 一种渴求 去 静下来 想一想 自己 我应该可以做些什么呢 这个时候正好我赶上了这一个 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缘巧合 进入了这样一个平 呃 网络直播平台 非常的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